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五的试嘴极压 在2022年尾的时候 我们分享过2023年七个黑天鹅事件 当中提到美国的债务上限问题 可能令联邦政府再次停摆 而美国的债务问题 在2023年开始了不够一个月 已经引起全盛的轰动 因为以分析参考2011年的话 如果今次债务上限又再拖得很久的话 现在的股市其实已经见了顶 而美国股市甚至是全球的股市 最大的跌幅就在未来两个月会发生 要怎样解决这问题呢 今集都会和大家谈讨过的了 怎样都好 高盛的CEO也强调 今次债务上限带来的风险 远超于疑王的 在美国政府一身在的同时 日本央行还要传出有机会改变货币政策 因为通胀升至4% 在日本的国家 楼市又不升 股市又不升的情况下 4%很夸张 因为已经创了41年的通胀新高 日本贸易也由顺差国 即是赚钱变了逆差国 而这个幅度是1979年最大获加 所以日本央行就传出有机会改变货币政策 就令到日元大幅拆仓了 这个问题又有没有够够呢? 这两个震撼弹一起爆 对股市有没有影响 有影响有多大呢? 危机杀到我们怎样去自救呢? 今集就会讲这个内容了 所以记住听到最后了 喜欢今集的内容 记住给点赞和分享 互相留言 去吹吹水 刚刚新装的朋友记住按订阅 更多这类影片和有事的直播 都会推送你们面前的 多谢大家支持 而且祝大家的套年开开心心 龙马精神 狗马亨通 才愿滚滚来日 身体健康 美国在1917年开始 已经设立了法定的国债上限 而且规定需要经过国会通过 才可以提高这个上限 美国最新的国债上限是 31.4万亿的美金 不过现在的国债问题 已经到了懸崖边了 如果不及时收桥补路的话 美国政府可能无路可退 因为美国今天已经触发到 这个债务上限了 不可以再发行新的债券 意味着美国的政府 甚至整个美国的国家 可能停摆 甚至导致破产 这件事完全有数得计 不是突发 是有得防御的 所以一个月前今天就和大家说 第一只黑天罗就是债务上限 债务上限增加不了的话 对美国的影响 完全取决于最终国会要拖多久 才可以通过新的债务上限 或者有机会不通过也不奇怪 就算通过了 拖得太久的话 在无法发债的初期 美国政府还可以利用财政储备去还债 不过到达债务上限之后 就要采取非常的措施 来还款给国债持有人 例如什么呢? 动用联储局的储备 和停止向政府信托供款等等 走至9月 英国炒经济衰退 甚至英国破产 这样的情况 就算结果没有发生 股市和货币都跌到一跌一跌 严重一点的话 就要暂停非必要的政府服务 来减少政府开支 例如关闭国家公园和博物馆等等 如果大家记得的话 2013年奥巴马的政府 就因为提高不了债务上限 而令到美国政府停摆了半个月 当时令到股市非常波动 相信大家都记得 而最严重的后果 当然是债务违约 我们都知道 美国政府一直都是借钱去还债的 所以当它没得发生债的时候会怎样呢? 就可能会引发市场对美国国债的信任危机 大家又不知道记不记得 当时2011年 就是美国债务评级历史性被调低 原因正正因为当时奥巴马政府 一直说服不了国会提高债务上限所引起 那时候直到债务违约前几天 才能够通过新的债务上限解决这个事件 听起来好像很久之前 但是有一个巧合点就发生了 又隔了这么多年 怎会拿来翻炒呢? 不要记得当时是民主党在任的 共和党就负责拉下部 隔了这么多年 今次也是民主党再度执政的 而共和党在旁边当然都会拉部 而且国会结构也大同小异 所以重复炒国会批不了 或者暂时不批这个债务上限的话 也是有可能的 而且今天的情况 可能比之前更加危险更加难解决的 第一,因为今次的国会组成 可以说是这么多次危机里面 最混乱和复杂的一次 走此将一些 煎堆萝卜、白朱古力炒了一碟 当然是夹不来的 首先,参众两院由两个不同政党组成 已经令到债务上限 获得通过的难度大大增加 因为共和党一定会逼使 民主党和拜登政府削减福利开支 才可能考虑通过有关法案 其次就是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 共和党在内部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分歧 主要是因为中期大选一共有20位 极保守的右翼议员当选 并且组成了这个自由党团 他们已经早前利用人数的优势 逼党友麦卡锡 放下部分众议院议长的权利 先投票赞成麦卡锡 出任众议院议长而已 而今次他们已经提早扬言 要求大幅减税和大幅削减福利 那你想想 按照之前的承诺 麦卡锡甚至相关议员 已经面对着非常大的冲突 面对着这么多强硬的右翼 拜登政府要提高债务上限 跟90岁阿伯耍官都一样 有心无力 而对于拜登来说 在这个时候大幅减福利和大幅减税 其实是非常难度高的 因为这样会很影响民主党 2024年总统选举的选情 所以我都认为 今次的债务上限 可能是历史上最难解决一次 看回过去债务上限问题 其实市场反应也很不同 主要也是取决于国会最终通过法案的时间 孔刺刚才说过2013年10月1日 美国到了债务上限 而政府随即宣布暂停 所有非必要的政府服务 这个举动已经在历史上试过了 也是不足10年前发生的事 政府停摆好像很严重 这样就不用太担心 因为股市当时没有什么反应 只要够快就行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当时停摆只维持了17天 而且停摆了大约10天之后 议会已经几乎达成共识了 将这个债务上限再度调高 市场随即升破顶 只要事隔了两年 当时只怕2011年的美国主权评级 再度被调低而已 说回2011年那次 债务上限问题影响就严重得很多 今天历史会重复 说回一些故事 大家会清楚一点 当时债务在5月16日到顶 支务了近三个月 到8月2日才成功能够调高上限 距离8月4日美国债务违约的期限 只是相差两天 弟弟我对这个印象记忆犹新 因为当时的股市跌到一跌一跌 就算我当时刚刚开了Facebook 写了目标有16000点 因为弟弟死都不做对冲 就算减持也会跟着市落 到了跌到差不多底的时候 我记得一个星期六的早上 有个客人就打来说我特意输他的钱 我心想我自己的仓也会跌得这么上限 你问我为什么这天这么重要呢 经过点讨之后 这天就揭开了我以后的阻力 会用对冲这个技术 不然就算你看到 计算到下跌目标 你也照样输钱了 我宁愿见不到计算不到 我希望这一天不会发生了 就算发生的话 我都比上次更加有准备的 结果虽然美国最终在限期前调高债务上限 但是全球股市已跌到一跌一跌 并且评级机构已经正式在8月5日宣布 下调美国的主团评级 由当日开始借美国钱就永远昂贵了 而这件事会直接或者间接 引发了未来之后 这么多年美国金融系统失效 要到QQQQE 甚至用更激进的大幅减息 大幅加息才可以应对到经济的难题 再来将来 可能甚至美国要用到负利率 才能够对抗衰退 所以当美国的债务达到上限 要看到时的议会要拖多久 才能够通过提高上限 如果够快的话 股市未必有很大的反应 最多都是自己还行 但是一旦时间拖长了 开始炒作美国的债务违约的时候 就是另一种说法 就好像一位求余犯错 如果即时报复的话 他的队友可能就当没事发生 不过当他一拖再拖 问题一直解决不了 大家的关系和信任就破坏了 那说回今天 市场在何时才会炒作债务违约呢 根据耶伦说法 美国的财政部在采取非常措施之后 储备还可以还债还到6月底左右 哎呀 为何这么开心住 股市永远先走的了 换言之 随着债务问题越来越逼近6月的时候 议会又未提高上限的话 大家就要高度警惕了 留意的时担点就是 以2011年做参考 8月美国主权评级被调低 拖到9月股市才见底 市场在3月至5月已经见顶了 而当时债务违约是5月中的时候 市场也很理性的 给足时间议会去解决问题 又或者大家认为 每次议会都会通过债务上限 谁知道到了期之后 都还在拉布 所以换言之 如果今次的问题解决不了 或者拖得比较久才解决的话 股市就是今天随即见顶 而如果债务上限问题还未解决的话 最大跌幅将会在3月左右发生 并不是6月的 所以现在有了时间表 虽然未必发生 但是盾牌准备了的话 到时真的未发生 我都做足准备了 见到不对路 走得快就好世界了 如果债务违约前有什么问题的话 市场未必有很大的调整 但是当债务违约了的时间 一过了 开始停摆、拉布 我们马上要小心了 要看它解决问题速度多快 10多日的话就没问题了 否则来说 未来两个月就是美国 甚至全球股市 极为波动的两个月份 其实这么多一次 美国债务达到上限 有时停摆 有时解决得到 但是当解决得到的时候 大方向都是跟经济上升的 市民衰退的时候 达到债务上限 再加上停摆 就算债务上限得以提升 解决了问题 经济本身是差的话 股市还是会继续下跌的 股市不是永远都会上升的 我建议都是之前CGK跟大家说过 当股市下跌的情况下 不是没有什么要做的 譬如之前跟大家说过 可以买英镑或者TLT 其实现在的升幅都有十几% 最重要就像Radio那样 看到经济周期 就算经济周期未必受惠 在股票 到时候都可以继续赚钱 所以买股票、房地产 甚至是投资整体来说 除了要知道的局势发展之外 最宏观都是始终看得通经济周期的 就算经济周期夹得股市上升 都要靠选股能跑完大市的 难道每次买20000SPY的吗 我认为最后还要参考你技术分析的出入市 可以了解到市场和我们想的东西是否一样 车是否在那一刻开 如果太早上车就等于坐艇的了 想想新的一年开始 我建议大家都可以为自己投资 作合制第一个蓝图 其实如果你问我 财富是慢慢累积的 销就是细水长流 不是一泡泡泡突然间会发达的 就算和你说S&P去到5000点 或者6000点放了烟花 其实我们生活也没有太大分别 同样来说 S&P如果调整500或者1000点 是否真的有这么大问题呢 是否整个仓都放在S&P上 或者只是买美股一样东西呢 如果你回报只要轻轻每年 做到平均的15%的话 10年要做到财务自由 真的非常不难的 有数字去back我说话了 希望未来的新一年 大家都可以为自己组合和财富负责任 如果大家不想撞板的话 我自己有一个用了十多年的分析系统 想知道我怎样看报表的方法 或者是出入市时机 或者买房地产策略 甚至无限杠杆的话 欢迎大家可以按以下连结 录制了一个十年财务自由的 一小时免负工作坊 看完之后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到 整体的人生财富规划 怎样step by step达到十年财务自由 下面有卡组或者连结 希望到时会见到大家 也在留言看到大家 留意到我们的内容是有所改变的 希望这个新的方式 令大家更加简易 更加用短时间 拿到最多的资讯回到家 希望未来在套年 继续支持小弟 希望大家可以按下赞和分享 那我们继续做内容 和大家去继续上场 打仗和财富增值 那我们还有Instagram和IG 大家可以追踪 更加多轻松的投资内容 在那里会和大家继续分享 在继续说明日元拆仓的问题 希望大家可以先给个赞 大家一起留言 互相吹嘘 你的留言 我也有看到的 当然 总要和大家说说日本的央行政策 会否令到日元继续拆仓 当美国债务上限的挑战 令到全球债汇市严震以待 日本一方面 在新一年也准备了一些惊喜给大家 一直坚持夹派立场的 日本央行长黑仔黑田 即将四任之前 调整了10年的国债支障 到交易区间上限 由0.25扩宽到0.5 市场认为这个举动就是加息少 不要说那么多了 之前CGK跟大家说过 每逢日本加息股市都死定了 就算日本央行再三强调 会继续采取超宽松的货币政策 短期利率维持在-0.1厘 但也阻止不到市场炒加息的预期 所以我们看到日元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差仓 不是小规模 是大规模 以往10年的国债支息率 一直都可以接近0.25厘 背后是因为日本用了买债的方式 强行压住这个息率 不让它上升 现在这个区间扩宽到0.5 日本央行就不需要买这么多债去压住这个顶 你想想 不需要加息 这个动作变相是直接等于紧缩的政策 日本央行转英并不是市场一厢情愿想法 在2022年日元大幅贬值 当每个人想着如何去日本旅行的时候 日本入口的货品变相加价 所以对日本当地面对通胀压力升温的大问题 上个月日本核心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4% 在日本完全没有通胀的国家里面 楼市都不上升 4%通胀是非常夸张的了 因为已经创了41年的新高 连续9个月超过央行2%的目标 另外日本是依赖出口国家 过去一直在做贸易顺差 不过最新的贸易数据显示 2022年日本贸易逆差 逆差近20万亿的人员 创1979年以来是最大的 这就是日本政府越来越少钱 为了通胀通胀 以及令到市场资金回流回日本 另日元升值 日本在今年很可能进入加息步伐 所以今年的经济才面对真正的大问题 日本央行的作风一向都偏向保守 推出一个政策不会一下子强推 通常都会出客战功手 试探一下市场反应 好像之前日元急跌那样 央行说了买债干预日元 他出了两次口说之后 才有买债这个举动 所以黑田今次的政策 希望不会黑仔 不多不少都预示货币政策将会调整的了 情况就好像船船一直向前行 没有改变航道 船长都闷得闭眼睡 不如突然间 有一天船长突然起床 捉住船坨 大家估计到船船 很可能要改变方向了 不用等到真的转车才知道 其实日元差仓当然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但是也有好处的 香港再度提一提一次 去之前试猪击看日元拆仓一集 如果日本真的是转英 逐步刺出量化宽松的话 套息交易将会大大减少 人们用少了沽日元借美金这个动作 便想令到全球借钱的成本上升 而且日本是全球最大的债权国 持有很多美债 QE结束之后 资金有机会回到日本的 美股和美债就出现大幅的沽压 而令日元进一步转强 又再令到美股和美债再度估压 以日本央行的保守施政 我认为紧缩措施将会陆续有例 以黑仔黑田作风 看到真的撞到墙 他就会停了 当市场确立日本进入加息周期 日元拆仓规模也会扩大的 所以买股票的投资者 可以留意日本货币政策走向 每次都是这样的 市场明知日本将会加息或者出了紧缩政策 但是股市也是照舊上升的 那就继续炒吧 不过我们要识看风向 什么时候走就没问题了 所以日元拆仓有好消息 有坏消息的 当然了 坏的消息会比较劲 但是它都有上升的时间 在这里就不说太多了 是一个消息更新 关于分析里面 其实是之前日元拆仓全球资金断纜 这一集才继续和大家分享过 日元加息对股市的影响 有好又不好的 今集就分享了 美日两国面对问题 以及对股市的影响有多大 你们就觉得 今次美国提高了国债的上限 共和党是否拉布呢 拖多久呢 顺不顺利通过呢 日本今年又是否真的不加息呢 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 甚至大家又谈谈谈谈 记住给like 和未订阅朋友记住按订阅 因为投资不是大学专利 下次见大家 拜拜 今天我离开了香港 开始我半退休的生活 不单止地方不同了 时间又多了 这个亦归功于我一直以来 为自己的财务和投资 做一个投资蓝图 新的一年又开始了 大家已经为了新的一年 和将来计划好了 留给大家的十年财务自由 就是我用开的投资策略 强烈建议大家 可以看着这一小时简介工作坊 了解先 新一年是时候 复制自己的投资蓝图 达至财务自由 另外 加入我十年财务自由的坨仔 会自动加入 师傅Lifetime Coaching私人群组 今年度我估计 都有个明显的反弹会出现 所以今个月的免费工作坊 我们就会网上探讨 这个免费选股神器GuruFocus 我们会有个教学探讨和应用 如果你都想成为一分子 新一年又会好开始 立刻按以下连结 参加刚才我说的 一小时免费简介工作坊 想紧贴大事走势 立刻就下载我们 我要做富翁应用程式 黏住我们这班我要做富翁 一小时需要您的杂益 顶描局 好 对 对 我 że 你 感谢观看